下一首歌呢 是專輯裡的主打曲架 我今天有帶很多張專輯過來 如果想要有專輯的話 有個湯位在你們的後面 在自己裡面那邊 看到 第二個帳篷就在PA台的隔壁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買專輯的話 今天就是可以買一張專輯 然後就可以送一張明信片 自己帶回家這樣 一張專輯其實是450塊 我拿一下給你們看 很開心我們在兩年前就發了這張專輯 算是把我的在旅行的生活 我們的在旅行中遇到的人 是我們都機械起來 然後把它整理成一張專輯 那這一首歌呢 也是在鼓勵 當你想要去跨出你的第一步 或許你的新工作 或許是你的新工作 或許是你的另外一段關係 或許是你跟畢業 那我覺得 我們人生總之在面對挑戰 你的時候會有一些迷茫 或是一些挫折 但沒有關係 去做 試試看 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管開心或悲傷 覺得都是很棒的體驗 每一個情趣 每一個你遇見的人事物 都是世界送給你最好的禮物 那時候我們親愛的同學好好的情況 好嗎 最重要的體驗 十分之在 誰套上了 為什麼要懸吞 壞爭爭的 陸 还是有一点点义猛 喝下冷藏凉好的酒 把爱把留在过去的路上 紧紧的听着心跳 终于比较了解自己 放下了沉重的行囊 这堂与沉默之上带着我自己 我亲爱的名堂 准备好要说再见了吗 或许会有些故事 或许会有些担心 但真是烦情相信我吧 亲爱的我 准备好要出发了吗 期待无人的路上找到 只懂我的证 也许能证 也许能证 总就还是自己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他想能维持的路 Zither Harp 还是有一点点迷茫 Zither Harp 喝下了嘎凉好的酒 我害怕留在過去的路上 緊緊的聽著心跳 終於比較了解自己 放下了沉重的行囊 在這趟旅程我只想帶著我自己 親愛的你啊 準備好要說再見了嗎 或許會有些故事 或許會有些擔心 但這次感情相信我吧 親愛的我啊 準備好要出發我嗎 期待別人的路上 找到最懂我的燈 但也許那個燈 但也許那個燈 總共還是自己啊 在手上 在手上 跟手上 有些故事 沒有人呢 這個燈 很難聽 有些故事 並為會有些故事 有些故事 有些故事 作曲 李宗盛 我期待不遠的路上找到衝突我等著 但也許那個人 但也許那個人 終究還是自己了 謝謝你們